大家好呀,我是阿方首作,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是我们这个拼花套头毛衣的最后一节课 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领子 我这个一个外勾一个内勾总共是勾了四圈 然后呢,最后一圈呢,我勾了一圈短针 这一圈短针呢,我换了2.0个针 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固定这个领口 它不会越穿越大,你看,它就是这么大了 如果你是直接这个一圈,就是最后一圈 这个一个外勾一个内勾结束 它这个领子洗两次,它就会大 这样它就不会大 这个领子的大小,大家自己决定哈 好吧,本来我上节课是说 这个袖子大家自己完成,想一下不对 嗯,我还是不放心,还是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领,袖子它这个壁花 关系到一个方向的问题 A花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转着圈的勾,是吧 是圈勾的,它没有方向 四边都是一样的 这个壁花呢,它是有方向的,大家看一下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这个袖子它是这样的,对不对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袖子就要这样连接 一定要跟这个主体 我们这个一个方向 它是往下面走的 往下面垂的 所以我们连接的时候 要这样的 不能跟主体一样这样连,知道吧 看到吧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住哈 好,我们这个呢,就是壁花 勾完了倒数第二圈 倒数第二排 我们最后一排的时候要圈勾,是吧 勾一圈 勾一圈,边勾边连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的哈 大家记住 我们先这一片A花 袖子的第一片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然后我们连接这里 连接这里它要连接三条边 就是这一条边 这一条边,这一条边 然后因为这个线头在这里 我们所以我们先连接这一条边 这一条 然后这一条边呢,我们不连接 勾完的这条边 我们最后再来连这个,知道吧 你看它的方向跟我们这个主体 它是相反的 如果你这样连接的话 它这个袖子它这样穿 穿下你就知道 它这个方向跟我们主体 它会对不上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连 它就跟主体能对上 是不是 你看都是这个同一个方向 我是不是有点啰嗦 我就生怕你们弄不明白 好,我们这样哈 大家看清楚这个方向 这是我们这个袖子 袖口 是不是 袖笼啊 袖笼 然后呢,我们勾 一二三 好的,找到这里 好,我们回头再在这里 把剩下的两个长针给它勾完 一个 两个 好的,然后这里 勾一个 勾一个,我们找到第一组三长针 跟第二组三长针之间 我们这里呢,袖子你想要松一点 我们可以勾短针 这个没有关系的哈 好,把剩下的两个长针给它勾完 好,这边又是这样的 我们先勾一个 勾一个 找到这一组相对应的 好,把剩下的给它勾完 我们就是这样连接 看到吧 是这个方向哈 这样连的 看到吧 这样 大家自己把这一条边给它连接完 好吧 从这里 连接到我们拐角的这里 再来说一下哈 好的,这个呢 我们到了第二个角 我们第一个角是开始的位置 是吧 第二个角呢 我们先勾一半 不对 先勾三个长针 这个锁针不要勾 我们然后呢 也是它有三个拐角 对不对 我们在第一个拐角 一个短针 第二个拐角 一个短针 这个跟我们主体的连接的方法是一样的 第三个拐角 一个短针 好 我们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继续把这边勾完 这个角我们还有三个长针要勾 对吧 两个 三个 好 然后我们现在又是这样连接了 看到吧 它拐完脚过来以后 好 我们这边 你看这个连接的方法又是跟我们主体一样了 勾完三个长针以后 这里勾一个短针 好 后面就是这样勾 大家把这个方向弄清楚了 然后就特别简单了 好勾吧 勾到这个 这个角这里 好吧 就是连到这个地方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条边我们就连完了 连完了 到这里我们先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好 回来在这里继续勾 我们这条边呢就不要连接 因为这是我们绣口的方向 看到吧 这条边不连接 不连接 我们就这样勾 勾到这里呢 我们又把这里给它连接起来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你看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呢 我们就连接好了 然后下面这个两个花片呢 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这里的下面 它这个下面呢 我们连接A花 然后这边A花的下面呢 我们连接B花 看到吧 方向一定要一致 这个B花 我们还是这个方向 这样连 看到吧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尖锈的位置 大家弄清楚方向 后面这个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边 这个 这个的下面 大家勾吧 勾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绣口怎么勾 好吧 好 我们这个绣子呢 就勾好了 勾好了 我们开始勾绣口 我说一下这个 绣口的减针的规律 绣口呢 我们是 隔四针 减一针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下摆呢 我是隔八针 减一针 减出来 我觉得还是蛮自然的 大家看 挺好的 大家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第一圈呢 我们勾短针 勾短针是为了方便 我们减针 1-2-3-4 好 1对应的勾完四针以后 我们后面这针直接跳过去就可以 这个没有关系 1-2-3-4 好 后面这针跳过去 1-2-3-4 好 跳过去一针 就是这样的 2-3-4 跳过去一针 大家想要绣口小一点的 我们可以怎样呢 就是 隔三减一 也可以 我的是隔四减一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勾一圈短针以后 然后跟这个领口一样 再勾一圈长针 然后再勾一圈这样的 一个外勾 一个内勾 这个绣口跟下摆呢 我们就不需要 勾这一圈短针 因为它 让它有点弹力更好 我们这个领口是为了让它 它这个领口不会越穿越大 所以我勾了一圈这样的 短针也可以 然后你也可以勾引拔针 都是一样的 那后面就是这样勾 参考我们的领口的勾法 下面的下摆也参考领口的勾法 好吧 减针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我们第一圈短针减针 然后直接 你想减这一针 直接跳过去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隔四减一 袖口还大了的话 我们就隔三减一 也是可以的 好吧 这个隔三减一应该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这样算一下 你看 这里三六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三十六针 三十六针就是隔三减一 就是每四针一组 也就是我们这里呢 减掉九针 可以的 隔三减一 好吧 大家就这样愉快的决定 隔三减一吧 那后面的部分呢 大家就自己完成 我呢 会给大家录一个视窗讲解 大家看一下我的上升效果 然后呢 参考一下我的尺寸 然后参考一下我的身高底重 你再决定你的 这个毛衣的尺寸 好不好 这毛衣蛮漂亮的 好 我们下几个再见吧 爱你们